昨天母亲节 马总统呢 刚历经完丧母之透 那么昨天呢 是公开露面 也出席在凯道的母亲节宗教庆祝大会上 那么过去每一年的这一天呢 他都会在结束活动之后 返回木炸老家陪妈妈用餐 不过今年开始呢 没有办法呢 再亲口对妈妈说 那么当然呢 这总统也说 人生第一个没有妈妈的母亲节 心中真的是满是思念 和奥回 我们所有的贵宾吉祥 嘴边还留着 辅桑期间的白色胡渣 那是总统用来提醒自己 母亲宁真伟大 因为在九天前 我失去了我最爱的母亲 这是我六十四年来 过的第一个 没有母亲的母亲节 心中除了思念 还有遗憾 那句妈妈我爱你 从此只能在梦里 子欲养而亲不带 这也正是我目前心情的写照 每个礼拜都会回家 陪妈妈吃饭聊天 可是妈妈走了以后 我还是感到很懊悔 母亲情后修病逝 马总统闭关一周 沉淀心情 选择母亲节庆祝大会 作为第一个公开行程 总统有懊悔 有感慨 更多的是对为人子女的 因因期待 我应该腾出更多的时间 来陪她 听她说话 给她更多的赞美 跟拥抱 让她知道 我有多么爱她 也要把对妈妈的爱 大声的说出来 让妈妈听到 让妈妈感觉到 像每一天都在过母亲节 一样的快乐 这个国事如麻的今天 别在这里请马总统 节哀真正你的身体 国事如麻 总统收拾心情 从母亲节这一天 重新开始 记得与世纪王正 A3M交助 台北采访不到